可以跳得更高 很容易看得更遠 关掉 这个是豌豆夹 没办法 因为我要把画面给你们看 所以要装豌豆夹 刚刚我的同学想 我是说砍掉还存在 所以要特别小心 他会自动帮你备份 所以我通通把它删掉 我带别只手机 我本来想说别只手机来秀 OK 那这里的话就是 有一些井 Rooning的Point 它这边有一个Possession 你也可以把它加进来 就是叫Camera的Possession 这个部分对应到的 有点像Google Earth的相关功能 你可以上去设定 它底下有一个这个地方 俯视的角度 我想这部分各位可以玩玩看 你利用这样的方式 就是你的卖点 因为你的App 如果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你的亮点 对不对 你不能说大家唯有应该的 大家没有我有 那就是你厉害的点 所以这个东西 各位可以玩玩看 这是你各位的亮点 因为别人可能做不到 那你做到了 那它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所谓的Bearing 就是那个角度 我想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玩玩看 Google 20 你就会比较有感觉 但是如果你没有玩过Google 20 你可能就感觉不太出来 那个3D 因为我们以前的地图 都是从空中看下去 现在不是 现在你换个角度 你可以调整15度 30度 40度 60度 每个角度不一样的角度 看3D的地面地物 那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地方去调整 那里有两个值 一个是Bearing 一个是Teal 这两个值 所以这两个值 你只要稍微调整一下 光这个App 其实就有看头了 当然目前是因为大家还做不到 我想以后应该慢慢会跟进 地图如果只是做平面2D的话 那没什么噱头 刚好早期的手机也没办法办到 因为早期手机 那个3D跑起来也是顿顿的 对 所以现在的3D 现在手机是OK的 至少双核以上的手机 跑这些都没问题 连我这支手机我跑过没有问题 OK那其他的话像收放比例 那你们可以怎么样呢 去做设定 menu的设定 那我讲过了 我们menu会在右上角出现 然后大概是这样 相关的定位 GPS 那这个10座location 这个我们也做过了 就是再抓到现在的位置 那10座的部分 我们可以在这个 我们的main activity里面 extense activity后面加上 implements location list 然后呢 会有四个方法实做嘛 就是最重要的是on location change 那另外 我有看过那个 网路上有人去实做那个轨迹 像之前班长问过那个问题 有没有 其实你可以把轨迹写在哪里呢 写在on status change 当你的状态变更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记录下来 你可以记录在 比如说记录在 看记录在之前 我们讲过那个 那个喜好设定档 或者是设定一个seqlize 给它存 你可以把轨迹稍微记录下来 那这样子的话 最后再把它画在地图上面 这个也做实际上的作用了 那这部分 当然实际上的需求很大 我刚刚我之前讲过了 只要有那种什么 真信的啊 比如说老公找过老婆 我老婆找到老公啊 或者是 或者是 那种事实际上